住在马公新人 乌坎的里民 长期来受到水质时有时无 灼灼的问题困扰 救助户知道原因 新住户无法接受同样付水费 为何无法用到干净的水 在新人里长王太平 乌坎里长叶顺元邀请下 县长赖峰伟 议长刘成昭林 副县长洪庆舅 及建设处长王羌奎 特别到新人里内 随地勘察检疫自来水系统的供水状况 刘成议长建议赖县长 先行帮新杆检疫自来水系统 暂时解决缺水及水质不佳的状况 要担吃这块 这块是活有地 还做一个蓄水池 就像山水 他们这一只监测的 是有蓄水塔的必要 因为有三分之二 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 这一部一部来 他们现在这新住户 他们是一定想要 希望自来水公司接管 可是这就是这一年 不然还是有很多旧的住户 对啦 做住户的反对 我们先有这个声音出来 男性最绝的蓄水塔 也让这些新住户说 他们最不高的新生也知道了 至少我们尊重他们的意见 也有一定管制 协助下我们 先做一个改善 尽量做一些 我们了解一下 你们两个旅长意见一致 对一致是 新人旅长王太平指出 新坎检疫自来水系统是民国60年建立的 供新人及乌坎良理的里民用水 近十年来 该里由许多新居民涌入 也建设了不少民宿 用水量大增 常常造成这个检疫自来水系统供水不足 及水值不佳的状况 其实我们以今天 我这一个礼拜来 监控的那个监视器来讲 供水都很稳定 水源也很充足 因为大概在两三个礼拜前 有一个多礼拜 我们几乎面临缺水的现象 后来经过我们自己 评估讨论 是因为当时刚好是花火节 的那个要结束 最后一场花火节 所以很多旅客 我们澎湖几乎是旅客爆满 所以包括自来水公司 他们也是水源也是不足 那当然我们固定四口深水井 每次进水量是固定的 所以如果大量观光客使用 当然瞬间 有可能我们的水 马上水压就会降低 水会不够用 所以水国不够用情形下 造成水管壁 那个水压失去之后会翻滚 会有黄土泥浆之类出现 所以会缺水也会有脏水出现 这个事实我们也不否认 所以这个情形下 我也跟乌坎里长也特别去拜访 议长跟县长 请他们来帮忙 那县长跟县长也算很了解居民的劳苦 所以他们也同意 在还没有完全自来水公司接管前 先协助我们建一个蓄水池 五年前在新人里及乌坎里 办了一次问卷调查 结果90%的乌坎居民 反对改用自来水公司的供水 而新人里也有70%的居民反对 因此到目前两个里 还是使用检疫自来水系统的水 在有一些积民 一部分积民 他是为了健康安全 所以他希望说 是不是能够交给自来水公司接管 那因为这个问题在 五年前也发生过 当时新人跟乌坎同时 有做问卷调查 那到时候当时的新人里 有七成希望留下来 不同意给自来水公司接管 那乌坎里有九成 反对给自来水公司接管 当然时空背景经过这五年 当然有所改变 所以现在的里民 又有这个声音希望交给自来水公司接管 那我个人的做法 就是说我尊重里民 所以在近期之内 我会邀请新人跟乌坎两里的里民 一起针对自来水 是不是准备要交给自来水公司接管 来做一个大家做一个讨论 然后以多数的名义 来做为最后的那个决定 只不过这几年来 新人里及乌坎里不断传出 检疫自来水系统供水不足 及水质很差的声音 当地老居民认为 这是新来居民 民宿林立后造成的问题 而新来居民及民宿主人则认为 检疫系统的供水既然不好 就应该改由自来水公司供水 里长王太平表示 会召开会议 让所有人一起参与 表达大家的意见及看法 让大家一起决定新人里 未来自来水的归项 记者王海龙报道